嗨 大家好 我是Judy 歡迎來到馬光小廚房 大家好 我是楊明馬光的柏豪醫師 是的 我們今天邀請到柏豪醫師 除了分享中醫食譜以外 還會介紹許多的味道知識喔 沒錯 現代人很講究吃 要知道吃進去的東西 對我們人體有什麼幫助喔 欸 柏豪醫師 最近秋天不是到了嗎 我在逛菜市場的時候 發現許多的芋頭已經出來了 我想問一下它對人體有什麼樣子的好處呢 嗯 芋頭是個好東西 根據本草綱目的記者 它可以寬腸胃 療寒熱 可以開胃生巾 減少腸胃道的發炎 它還有豐富的營養價值 第一點呢 它有豐富的維生素和礦物質 第二點 它還有一些我們的膳食纖維 可以幫助腸道蠕動 減少我們膽固醇 第三點 它還有一些我們的抗性澱粉 有助於控制血糖 很適合我們的一些要減重啊 或者是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使用哦 哇 沒想到小小的芋頭 居然有大大的學問耶 大家有沒有拿筆趕快敲起來 所以呢 我們今天要分享給大家的 就是超級好吃的芋頭鹹粥 聽起來非常吸引人耶 那Judy 趕快教我們大家怎麼做吧 沒問題 馬瓜小廚房 Let's go 今天會使用到的食材有 五花肉150公克 芋頭200公克 三四朵的香菇 以及少許的紅蔥頭 芹菜 高麗菜 兩碗的米飯 以及白胡椒粉 鹽跟香油 好 第一步呢 來處理我們的食材 先將芋頭切丁 高麗菜切絲 香菇切片 五花肉切成小塊 接著呢 使用少許的米酒 醬油 醬油膏 來醃漬我們的五花肉 好 處理完我們的食材之後呢 就可以先燒一鍋開水 等水滾了之後呢 將芋頭丟進去燉煮 就可以來拌炒我們的配料哦 拌炒呢 就是先熱鍋 倒油 再來爆香我們的紅蔥頭 稍微有點香氣之後呢 煎我們的五花肉 煎至兩面稍微有點金黃 就可以放進香菇 再稍微拌炒一下就可以囉 接著將拌炒完成的配料 還有米飯放進鍋裡 跟芋頭一起燉煮 等到再次滾了之後呢 就可以放進我們的高麗菜 煮個30分鐘呢 記得放進我們的鹽巴 還有胡椒粉調味 那起鍋之前呢 喜歡吃芹菜的朋友們 可以放入少許的芹菜 還有香油提味 這道料理就完成囉 哇 龐丼公的芋頭鹹粥 上桌囉 不好意思你覺得它看起來怎麼樣 我覺得看起來很好吃耶 那我們趕快開始吃吧 嘗嘗我的手藝如何 我覺得這個芋頭很紮實 然後很綿密 然後它這個肉很有Q彈嚼勁 比例恰到好處 妳太厲害了 真的 真的是謝謝妳的誇獎 都是我阿嬤教得好 重點是真的真的非常的好吃 不過博豪醫師 這邊我也想問一下 因為剛剛前面就是你講這個芋頭 非常的厲害 我就會想問 我平常很喜歡吃一些芋泥 稀米露啊 還有芋圓 是不是可以一直吃一直吃啊 對 那這種東西你還是要注意喔 因為我們剛剛講芋頭的好處 是指它的圓形食物 那你如果經過了很多 精緻糖跟鹽巴的加工之後 它的熱量可能就很高 像是你的芋頭稀米露啊 一碗可能就150大卡 那如果是芋頭酥啊 可能就250大卡 那如果再到了我們的一杯啊 比較多的這種芋圓啊 可能就要700大卡 所以妳要特別小心 不能一直吃一直吃 要不然就只會越來越橫向發展囉 那這真的要很小心耶 真的不能吃太多 那如果這樣子說 我應該要現在趕快去菜市場 自己買回來自己住 對 那妳在採買的過程一定要注意 因為我們這個芋頭表面有一些黏液 那可能會造成我們這種皮膚的不舒服 所以呢 妳盡量戴著手套去處理它 然後呢 或者是說妳的 可以碰到的時候 妳就配一些生薑啦 鹽巴啦 再去搓抹 塗抹 或是泡熱水 就比較不會有羊的感覺囉 謝謝博豪醫師 給我們帶來這麼多的小知識 那這道料理大家要趕快學起來哦 一起煮給我們喜愛的家人來享用 對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繼續來吃吧 咦 博豪醫師 你平常自己在家是會煮嗎 有料理的嗎 就是如果假日啊 或是比較有空障的時間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會持續推出其他跟中醫相關的食譜 沒錯 大家如果還有任何問題 緊接著在我們底下留言 會有專人為您回覆哦 最重要的是 請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馬光小廚房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點兒